婴儿前腺门闭合时间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 殷利平西电集团医院 儿科副主任医师 孩子的腺门分为两种 一个是后腺门 一个是前腺门 那么在后腺门闭合的时间 就是孩子出生以后 六到八周很快的就闭合了 那么它的前腺门 就是我们所谓的头顶上的那个腺门 一般它的闭合时间 是在一岁半应该就闭合了 那么如果说在两岁的时候 这个孩子的腺门还是没有闭合 那我们就要考虑它有没有 沟楼病是最常见的 就是缺钙引起来的一个 沟楼病导致的一个腺门的闭合 那么除了这个因素呢 那有的孩子可能因为一些 其他的疾病比如说老水肿 老积水它也可以 引起我们的腺门比较大一些 延迟一个闭合 对于这种疾病呢我们可能要去 做一个头楼的CT或者是磁共振的检查 我们会发现一些楼内的一些因素 那么针对于沟楼病 我们是要给它做一些电解质 或者是维生素D的一个检查 也就很明确地能诊断出来了 诊断疾病以后 我们给它进行一个相应的治疗 这样是比较科学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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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